上个视频我介绍了如何自制钓鲤鱼和鲜鱼的钓儿 不少钓友上了鲤鱼 但是美国加州对钓上的鲤鱼有奇葩规定 今天给大家做个介绍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相关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大家好 上一次我介绍了在美国加州钓鱼 使用鱼干多少的问题 大家十分关注 今天我再给大家介绍两个规定 第一 在哈基斯湖钓上鲤鱼怎么办 处理的方法有三条 第一 自己钓上以后再会试用 第二 送朋友 那第三呢 就是钓到岸上 把它除死 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进的亚洲鲤鱼 对当地的物种资源造成了侵害 现在要进行消除 这是关于钓上鲤鱼的规定 第二个方面 就是规定了在湖边活动的人们 不准下到水里边去活动 因为这是城市的水源地 人们下水活动就污染了水 这一点提醒钓友们注意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两个方面 谢谢大家